也要来看到歌手万芳原定13号二度公弹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明年才举行 为了不让粉丝失望改办线上演唱会 而过去他曾主持过广播节目 很习惯在空中跟听众对话 所以这场演唱会也定调成谈唱会 边聊天边唱歌让粉丝们大饱耳福 盯着蓬蓬头的歌手万芳穿着绿色洋装线身 和La Band一起线上开唱 不爱却不在意我们都对自己有爱的权利 不知道不多一故事到尽头没人肯定 不止新歌招牌歌让你听个过瘾 万芳还发挥过往在广播节目上主持的功力 将演唱会改为弹唱会 陪歌迷边唱歌边聊天 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抢注 原定这个月13号要二度公弹 无奈受到疫情影响 万芳只要将演唱会挪到明年再举办 充分了他也改以线上弹唱会来回馈粉丝 出到三十周年的万芳 虽然这回无法和歌迷面对名相聚 但好歌喉依旧让粉丝听得陶醉 记者送不到 他记者明和我摇送到 我摇送到 我摇送到 最后就是 developer